強到沒特色就是聖誕節大賽的最大敗筆 大家好,我是幾隻 光速魔面俠21關東大賽的三場比賽 都是超高水準的作品 尼門在擊敗白秋站上關東頂點後 秋季大賽的最後決戰就是對上關西冠軍地黑亞歷山大隊 很可惜的是這場聖誕節大賽跟過去的比賽相比 完全是相形失色 我在這邊就不客氣的說了 東京大賽的比賽都比聖誕節大賽精彩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這場比賽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說到光速魔面俠21這部作品優異的地方 除了比賽內容之外就是角色刻畫 不論是比賽前還是比賽中 巫師隊敵我雙方的刻畫就是光萌讓我著迷的地方 我們先不管東京大賽 單看關東的三場比賽就好 神龍寺就是關東大反派 王城則是主角們的死對頭 這兩隊都是故事從前期就開始鋪陳的對手 而關東的黑馬白秋恐龍隊 跟藉由三場比賽的呈現 成為橫空出世的超級強權 尼門苦戰獲勝後的這三場比賽 都讓我看得熱血沸騰 我原...以為最後的決賽 能讓故事邁向新的高峰 但最後的結果就是徹底跌破我的眼睛 整個聖誕節大賽 作者好像突然吃錯藥一樣 過去的特色與賣點不斷全面落貨 故事的編排與內容 也完全沒到關東三戰的水準 而這超弱決賽的敗因 都得歸咎在地黑這支隊伍上 地黑亞歷三大隊 這支隊伍被譽為是一切的起點與頂點 聖誕節大賽開辦以來 地黑從來沒有輸過 而在散前安排主角 辦訪地飛的故事 只告訴毒蛇們一件事 那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強大有絕對的自信 除此之外 就是帶出門太跟鷹之間的故事 賽前的故事主要就聚焦在 關東明星的訓練跟門太的故事 而在門太調整好心態把手套丟到之後 故事就進入聖誕節大賽了 在比賽開始之前 讀者對於地黑的了解 就只有了解他們的幾個隊員 而隨著最終決賽開始之後 地黑很強了這個特點 演到後面完全變成了這場比賽的大缺點 聖誕節大賽的故事 說穿了就是看大河跟鷹表演 尼門進攻時 賴娜跟門太這兩個主力 就是被對面打得毫無招架之力 地黑進攻時 也是看他們兩個開無雙 反正尼門就是拿了他們兩個沒者 至於地黑的其他隊員 老實說除了四分位很會閃躲 頭球很準之外 我還真的沒印象其他人在場上幹嘛 頂多就是以前帶過神龍師的那個墨鏡仔 踩出界 至於海格麗絲跟阿基里斯這兩個小丑 呵 在場外的記憶點都有在場上多 這場比賽達到第三節結束 地黑就以35比0領先 進入最後決勝的第四節 聖誕節大賽的第四節 就是自魔運用策略與戰術 搭配門太與奈娜的人力來完成逆轉 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真的不有趣 就筆數上來說 故事的模板跟神龍師的下半場很像 但就實際內容來說 其實比較像王城戰的內容 因為故事說穿了 就是看奈娜跟門太PK對面兩個主將 誰贏了誰就答正 而地黑戰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大河跟硬都是漫畫31集 打完白球後才出現的角色 故事對這兩位球星的塑造 就是他們很強 超級強 但故事除了說他們很強之外 就沒有更深入的刻畫了 一樣是雙組這樣的對決 王城戰裡阿靖跟櫻婷過去的故事 搭配場上傑出的射手座 就是比地黑這兩位球星精彩許多 說到這裡我在看地黑戰時 一直以為大河這個正牌 光速網面下21 會說明自己從美國消失的原因 結果他媽的整場比賽都沒講 還要壓到後面故事更嚇世界杯才說 這部分我真的是一陣問號 要不說地黑戰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反派的刻畫實在太隨便 從這裡就知道一場比賽要好看 對手的魅力跟特色絕對至關重要 我們先看看關東隊伍的著名戰術 神中寺有飛龍 王城有射手座 來秋有南北比賽 那這個稱霸西日本的地黑隊有什麼呢? 戰術1 球給大河 戰術2 傳球給櫻 好,沒了 除了複傑傳球和四分位 其實他隊員真的跟西瓜一樣 而且堂堂關西冠軍 居然連個教練都沒有是怎樣 而大河跟櫻這兩個主將 就是個人能力很強 其餘設定卻相當扁平的球員 竟然導致賴娜跟門太戰勝他們時 完全沒有打敗其他對手時的熱血 這時候就要拿白球的馬可來當個反例 你說馬可強嗎? 論技術他就只是個水準中上的四分位 但他來場上的表現 配上他跟智魔的呼應 讓他成為一位相當有魅力的對手 在虛構的運動比賽中 反派能力可以不強 但魅力一定要有 因為一場對決要好看 正反兩方的魅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這正是光束蒙面俠21在地黑戰時消失的一大特點 唉 從東京打海神隊時開始鋪陳的正牌光束門面俠21 到最後的發揮卻只有這樣 看到這樣的結果 我還真的寧可把東京MVP赤羽當成當年的那個正牌 看完地黑戰我除了搖頭還是搖頭 而說到地黑戰的問題 除了反派刻畫不佳的問題之外 作者把這場比賽變成過於單純的打球這一點也是個缺點 我這樣講你可能會想問 啊?運動漫畫不打球要幹嘛? 仔細回顧光盟過去的比賽 他們除了打球之外 還有每一個play背後所帶出的故事 神龍四肢戰的主軸是阿涵跟三元老之間的恩怨情仇 王城戰的主軸是賴娜阿進之間的約定 白秋戰的主軸是智魔與馬可對於勝利的執著 作者很擅長把個人故事融入比賽內容 進而加強故事呈現上的張力 智魔甩掉阿涵的那0.1秒 英廷與高健的聖母峰 雪光把阿進推進得分區 馬可被絕對力量反思後而自白 光束門面俠21之所以熱血 之所以好看 就是除了故事除了打球之外 還有這些讓人著迷的角色故事 讓每個play變成不單單只是一個play 像這樣的角色故事在地黑戰中還是有 例如賴娜對於速度的執著 雪光的達陣 以及最後的60嗎 當然這幾個故事在比賽中的呈現 論編排與鋪陳 都沒有關東大賽時期那麼好 看完了記憶點實在很不足 最後第四節大逆轉 更像是一場等級制的擂台賽 主角升級進化 挑戰魔王 挑戰贏了 耶 逆轉奪冠 你不說我還以為我在玩怪獸對打機 沒有了角色故事與比賽內容的強烈呼應 最後呈現的內容跟氛圍 就是淡如一杯白開水 完全熱血也不起來 聊到最後我還在想聊聊 我自己覺得決賽怎麼演會比較好 變臉壓後大逆轉的戲碼 神龍士已經演過了 與其把神龍士的劇本再演一次 那還不如讓尼門跟地黑來這個五五開 尼門再怎麼說都是關東冠軍 讓兩邊纏鬥互有往來不是很好嗎 至於大和跟鷹這兩個球星 就讓他們在下半場關鍵時刻 跳出來接管比賽拉開比數 這時的尼門就發動鋪陳了整場比賽的21號戰術 再搭配上賴娜的進化逆轉比賽 我敢說這樣絕對能讓這場決賽更好看 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只是把灌籃高手 三王的模式套到比賽裡 要展現一方的牆 不一定要從頭碾到尾 別忘了當初三王打完上半場 還落後翔北 三王是在下半場開場 才展現出他們的強大 回到聖誕節大賽的故事 如果作者能夠善用場上的22片拼圖 帶出一場精彩熱血的最終決戰 那我絕對敢說光蘇文院俠21 在運動漫畫界的評價 絕對不只今天這樣的高度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白球帳號的故事直線下滑 就是這部作品的敗筆啊 總結地黑雅力三大隊的故事線 明明號稱是一切的起點與零點 表現起來卻是徹底過欲 並不符實 全場除了兩隻S級球星之外 其餘的隊員都是西瓜 從比賽前的故事到實際的比賽 不論是內容還是角色 本場比賽的編排都沒有關東大賽的細膩與深刻 關東三戰的熱血 在決賽完全看不到 作為橫跨24本漫畫的大賽最終章 聖誕節大賽的內容 完全沒達到它應有的高度 看完真的只能寫一個慘字啊 從中文面俠21的地黑雅力三大之戰 就是一場匍匐通通 很王道卻不夠熱血的逆轉戲碼 你們在秋季大賽一共打了10場比賽 本場比賽是這10場唯一一場 我看完後毫無動力看第二次的比賽 是說在製作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出於好奇算了一下各場比賽的篇幅 我的結論是 比賽的精彩程度跟篇幅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當初還以為打完聖誕節大賽就要王節了 殊不知最後再來個更瞎的世界盃 只能說本作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能急流勇退 見好就熟啊 之後有機會再聊聊世界盃的心得吧 好啦今天動漫五十三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祭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